各位同志大家好,我是赚明 那么继续给大家播讲苏国的迦迦群英 我们接着来讲二战期间苏联的情报工作 上次我们说到1941年6月22日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苏联和英国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英国开始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军火武器和药品 但当时呢,苏联的远东港口 都是处于日本帝国海军的严密坚持之下 而日本这个时候已经在1940年9月 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 只是尚没有直接参战 而且呢,这些远东的港口 远离苏联西部的战线 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存在着运输能力不足的问题 而蒙国如果通过北冰洋 向摩尔曼斯克运送援助 则更加的危险 因为德国已经在1940年 攻占了挪威全境 而满载军火的船只很容易 受到在挪威的德国潜艇和飞机的攻击 而且呢,摩尔曼斯克港口的条件非常差 铁路运输不便 如果想从速的扩建港口 根本就来不及 同时呢,在苏德开战之后 芬兰加入到轴心国一方 芬兰军队向摩尔曼斯克发起了猛攻 所以经过北冰洋到摩尔曼斯克这条线路 也没有希望 从地中海和黑海向乌克兰运送援助的通道同样危险 意大利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和英国的皇家海军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 而且中立国土耳其关闭了达拉尼尔海峡 盟国的护航队想要强行通过 必然会遭到土耳其的激烈抵抗 就算通过了 黑海西岸的轴心国成员保加利亚、俄罗马尼亚 也会出兵干涉和阻拦 所以当时盟国在1941年夏天 能够马上使用的 唯一一条援助苏联的路线 就是从波斯湾的港口出发 经过纵贯伊朗的铁路 送达巴库和离海 所以伊朗就成为了连接苏联和英国的战略通道 而当年4月 发生在伊拉克的金德政变 就意味着 苏联和英国两国 绝不能够允许德国人 在这条战略通道附近存在 而伊朗的李萨汉国王 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这就导致了英苏联手 迅速向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 1941年7月18日 英苏两国联合召会伊朗政府 要求驱逐在伊朗工作的德国人 伊朗政府在复照中指出 伊朗的工业部门需要德国专家的指导 短时间之内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 况且德国专家的人数有限 又受到伊朗政府的严格监视 不会造成什么威胁 8月16日 英苏又再次发出联合召会 要求伊朗驱逐全部的德国侨民 从而结束德国情报人员 在伊朗的活动 伊朗政府在回复的召会中说 在伊朗的德国侨民总共只有470人 远远少于蒙古的侨民 中立的葡萄牙没有驱逐德国侨民 瑞士 瑞典和美国也没有驱逐德国侨民 如将这些德国侨民驱逐出境 伊朗就违反了严守中立的原则 8月23日 李萨汉还请求美国出面 制止英苏两国对伊朗的威胁 但是美国驻德克兰公使 反而劝说伊朗加入盟国对他宣战 李萨汉觉得盟国的态度非常的蹊跷 就要求驻伦敦的公使 探寻盟国真正的意图和要求 但是并没有得到准确的答复 伊朗外交部通知德国驻德克兰的公使 表示伊朗决定遣返尚未撤走的德国侨民 德国侨民经过土耳其 回到德国的安排也已经就去 但是还没有等到这些侨民动身 英国和苏联就采取了军事行动 那么在英苏联合入侵伊朗前夕 伊朗陆军的规模大约是12万人 编为两个配备了105毫米火炮的皇家禁卫师 和九个普通师 那么这九个普通师呢 分别驻扎在伊朗全国的六个军区 其中五个师在北方防备苏联 四个师在南方防备英国 另外还有五个宪兵旅 以及一个独立的机械化旅 当时伊朗的皇家空军呢 拥有大约400架飞机 编为八个大队 海军在离海里有两艘炮艇 五艘鱼雷艇 一艘武装托船 和一艘武装游艇 在波斯班里呢 则是两艘意大利建造的炮舰 四艘炮艇 三艘鱼雷艇 那么英军这边出动的 是应应第八和应应第十师 还有应应第二庄家旅 第四骑兵旅 第九庄家旅 和应应第二十一步兵旅 由奎南中将指挥 苏军这边呢 则从外高加索军区 和中亚军区 从第四十四 第四十七 和第五十三集团军中 抽调了部队 组成了对伊朗作战的战斗集群 司令是克斯洛夫中将 从兵力上来说 英军是侵略的主力 大概出动了五万人 而苏联这边呢 因为西部战线吃紧 所以只调集了几千人 从人数上来说 伊朗这边有两倍的人数优势 但是装备却差了很多 1941年8月25日凌晨零点 诺维科夫指挥的一支 大约是两千人的 苏军的摩托化部队 在阿塞拜疆南部 渡过了阿拉斯河 进入到伊朗境内 很快就占领了马库和霍伊 然后经大布里市向东进军 而在东边五百公里之外 另外一支两千人的苏军纵队 沿着离海的南岸向东进军 占领了恩兹里港和拉什特 逼近加斯文城 不久呢 和第一路部队会合 第三路苏军一千人 在沙克港登陆 虽然这支苏军部队 在登陆的过程中 被苏联的空军误炸 但仍然迅速攻占了 哈罗山省的北部 然后逐渐推进到铁路枢纽 塞姆南和沙克鲁德 为了恐吓伊朗军队和平民 令其放弃抵抗 苏军的飞机在入侵的当天 就轰炸了大布里市 拉什特 加斯温和雷扎耶 次日呢 又轰炸了德黑兰 两天的空袭 一共炸死了83名伊朗平民 和12名军人 面对苏联的突然进攻 毫无准备的伊朗军队 大部分在军营里 就被搅了线 校级以上的军官和情报官员 被苏联内务人民援援部的军官甄变出来 一些人被带到巴库审问 此后下落不明 一些伊朗军人 趁着夜色掩护逃出军营 跑到附近的民居里躲藏 那么一些对德克兰统治不满的地方部落 也趁机结干而起 在苏联军队的庇护之下 控制了北方山区 几乎在同时 在南方 卡兰河口附近的沙赫坡港 一直搭载着登陆部队的 英澳联合舰队 在8月25日凌晨4点钟 悄悄驶入港口 这支舰队呢 包括一艘炮舰 一艘护卫舰 一艘辅助巡洋舰 一艘炮艇 两艘武装游艇 和两艘武装的内核客船 那么看到港内 伊朗的海军毫无防备 舰队的指挥官 哈林顿准将 下令突然开火 结果伊朗海军最大的军舰 虎号炮舰 立刻被重创 而其他伊朗海军的船只 也遭到了猛烈的扫射 伊朗水兵纷纷跳河逃命 到了凌晨5点30分 英军全部登陆完毕 占了港口 当时在港口之内呢 还停泊着5艘德国货船 和3艘意大利货船 占上英国方面感到不安 担心这8艘船的船员 利用可乘之机 将船炸沉 来堵塞港口 因为这是 当时阿巴丹大型 联邮厂船屋的唯一入口 实际上当盟国舰队 开始控制这个港口的时候 两艘德国船的船员 就已经开始炸船 其中一艘在爆炸之前 被登船的澳大利亚士兵控制住 另外一艘德国商船 霍恒菲尔号的船员 乘船引爆了船内的炸药 但是因为炸船的位置选择不当 没有能够成功的阻塞河道 8月25日的白天 英国皇家空军的一队轻型轰炸机 齐熄了阿瓦士机场 停在那里的伊朗飞机 还没有来得起飞 就被炸毁在了地面上 接着呢 8000多名英英士兵 乘船沿着卡伦河北上 在一天的激战之后 占领了阿瓦士 另外一路英军 从伊拉克的哈赖根触发 在25日凌晨越过了边界 虽然他们遭到了 伊朗军队的舰队抵抗 四天之后 才占领了克尔曼沙赫油田 那么这个时候 伊朗南部的各个空军基地 已经被英军一扫而光 伊朗空军的飞机 被英军的士兵拆毁 而空军的官兵呢 则被遣散回家 在德黑兰扎撒汉国王 在8月25日凌晨 得知了英苏军队入侵的消息 随即呢 他就向苏联大使和英国公使 表示准备答应两国政府的要求 但这个时候 英苏使节的答复却是 两国的军队将继续向前挺进 8月27日 曼索尔首相被扎撒哈国王免职 新的首相命令伊朗的武装部队停止抵抗 8月30日 英苏的大使要求伊朗军队全面停止抵抗 将除了外交人员之外的全体德国侨民 一律驱逐输境 伊朗必须保证 为盟国取到其领土 运输军火武器和战争物资提供方便 8月31日 英苏两国又要求伊朗方面将德国侨民转交给苏军和英军处置 9月9日 伊朗的新首相取得了议会的同意 答应了盟国的条件 然而第二天 英国和苏联再度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伊朗必须在48个小时之内 关闭德国 意大利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指管 交出德国侨民 否则盟军将全面占领伊朗 9月16日 英苏军队逼向德黑兰 伊朗国民议会被迫宣布扎萨哈国王训位 次日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开入德黑兰 伊朗全国的抵抗行动就此停止 伊朗境内的德国人全部被捕 其中一半人被送到了苏联 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另外一半人则被英国人流放到了澳大利亚 1941年9月17日 21岁的王储 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 在伊会大厦宣誓成为伊朗的新国王 而老国王里萨汉被驱逐出了伊朗 后来他在1944年 因为心脏病发作 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世 中年是65岁 那么在英苏控制了伊朗全球之后 两个国家都派出了大批的情报人员 在伊朗继续进行活动 1942年1月29日 伊朗和英国苏联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 在这个条约里 英苏两国明确表示 他们的军队驻扎在伊朗 绝不意味着军事占领 同时保证尊重伊朗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并且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六个月之内 完全撤出伊朗 此外呢 伊朗必须把境内的一切公路铁路 江河 机场 港口 输油管 电话 电报和无线电设施 全部移交给盟军管理 盟国保证伊朗在将来 不被英国和苏联瓜分 那么在英国占领区 英国人是一方面肃清这里的德国人 和亲德的酋长 一方面支持各个部落的分裂活动 来对抗德黑兰的中央政府 在苏联的战领区 苏联人赶走了北方各省的伊朗总督 用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 将这些地方 完全置于自己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之下 使得苏联战领区 几乎成为了国中治国 苏联同时还支持 由伊朗共产党发展而来的伊朗人民党 在北部地区发展势力 扩大地盘 为战后夺权创造条件 盟国的占领 给伊朗带来的不少非常糟糕的后果 伊朗北部生产的小麦 稻米和棉花 都被苏联人大肆的征收 运回国内 为了给驻军发想 盟国强迫伊朗的国家银行 增发了7亿里压尔的纸币 使得伊朗的货币 在一夜之间贬值了20% 在盟军的命令之下 大米 砂糖 茶叶 棉毛制品 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实行定量配给 英国和苏联将配给的票证 发给各部落的酋长 这些票证 在伊朗的黑市上 为其谋取了大量的现金 也为这些部落酋长 在之后发动武装叛乱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 不过盟国的占领 也给伊朗带来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 尤其是在美国参战之后 伊朗不止一次 根据租借法案 得到了药物 金属产品 轮胎 化学制品 和农业工具的援助 英国在结盟的第一年 就给伊朗运去了7万吨的小麦 此后来自美国的粮食和武器援助 大量的涌入伊朗 总价值达到了4500美金 美国还派来了3万名非战斗人员 协助伊朗扩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港口 修复现有的公路 修建新的公路和机场 并且改造纵贯伊朗的铁路 1942年5月 美国还向伊朗派出了财政专家使团 协助伊朗实现海关和工业监管 建立起现代的会计和审计制度 平复物件 美国还派出了军事顾问 协助伊朗重建军队 当然这些工作呢 也帮助了美国在伊朗的势力 在二任之后得以发展 不过尽管美苏和伊朗签订了协约 保证之后的撤军 但是对于苏联来说 保持在伊朗的势力扩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当对德战争结束的时候 在撤军的这个问题上 苏联方面就制造了很大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